各位早晨,這齣電影我在香港做的時候,其實我有想過去看 其實我不是TWINS的粉絲,我不是蔡卓妍的粉絲 不過幾年之前,她做的那齣初忌,我覺得那齣電影很好看 所以我覺得她有機會正經地去演一些電影,我會覺得好看 所以這齣電影當初上畫的時候,我有想過去看 就好像看了其他電影,好像是倫樂人那樣 我不是很清楚,總之看了其他電影 例如倫樂人那樣,都選得對,倫樂人好看很多 這齣電影的故事是說蔡卓妍在事業上和她老公之間的關係 是搞得不好的 其實這齣電影,我不知道去到什麼程度才算是劇透 因為其實我,你有聽過我的頻道都知道 我看電影之前,很少看報道,我又不看電影 但這齣電影,我在看電影之前,我也知道 咦,她故事裡有一種很重要的元素 甚至乎是她這齣電影宣傳的元素 但她這齣電影在故事裡,到了相當後期 她突然間好像開心大發現一個揭衷 原來她和她老公搞到,那我是這個原因 這齣電影很奇怪,這是一個秘密 回想一下,又好像是,她的電影是沒有透露過 但是連我也知道 我相信很多觀眾看電影之前都知道 所以我不說,但我覺得這不是秘密 但是她出了電影,好像是一個天大的秘密 說到好像是Inception 原來是這樣的,但我覺得不是 Anyway,她和她老公的關係搞得不好 她是因為自己的... 我也不知道怎樣形容她 是心理上還是生理上 總之她和她老公是有點不妥的地方 所以她們的關係破裂了 所以她又失業又失婚 在這個時候,她爸爸的身體又不好 所以她就去她爸爸開那間茶餐廳 去那裡幫忙做老闆娘 在這段期間,好像是一個long vacation 就是她重沉自己的一個機會 在這段期間,她和她爸爸的關係有些變化 她也認識了一些新的朋友 例如茶記裡的一個師傅 就是主送的那些師傅 還有一些男性的顧客 她有些女性朋友 總之是她重沉自己 又或者是解決她的心理上 又或者是生理上的難處 我不應該說太多 我不應該說太多 但是我也尊重她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 我覺得她 技術上是拍得很好 她的鏡頭和音樂各方面 還有她的演員也是很好的 蔡卓妍 我覺得她很好看 她裡面的男主角 還有她的爸爸 那些都是好的演員 但是我覺得在這部電影裡面 蔡卓妍的表演 沒有在之前我很喜歡看的那一部初忌 那麼好看 我覺得原因就是 在這部電影裡面 不是她演得不好 不關她的事 而是她要演一個 很抑壓的女生 那些木口木臉 你沒有得罪她 但是她是長期對著你面黑的港女 大家都很認識 每天坐地鐵都看到 那一部電影 你只可以說她是演得很神似 哈哈哈哈 真是一個很擔心的女生 所以她的目標就是 演一個很 目口目面的女性 她做得很神似 但是看的時候 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反而她身邊那些男生的角色 例如 炒鑊師傅 或者她的父親 我覺得那些男生是挺好看的 但是這部電影 她其實很注重 說她如何發展 她和其他角色之間的關係 因為其他身邊的角色 令到她 有一個轉變 她的人生有一點點向前邁進 和以前有些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這部電影 很多時候說她和其他男生的互動 她和男主角的互動 已經算是充分 多氣氛一些 但是有很多時候 其實是沒有尾 例如她和顧客 茶餐廳的客人 都覺得好像沒有尾 那個人好像彈出彈入 突然間那個男生會做某些事情 然後過十分鐘 那個劇情 然後她又反過來做其他事情 好像不是很連接 好像很隨便 甚至和她的男主角的互動 其實也有一點點 好像沒有尾 好像不太充分 所以這部電影 我覺得是不能夠界定為 就是一個愛情片 這個是有一點點 像一個 熟女版的香蕉成熟事 但是沒有這麼好笑的 沒有這麼好笑的 裡面沒有什麼尷尬的地方 所以我看起來的時候 雖然她是好看 她不是不好看 就是這部電影 但是我覺得 對我來說是沒有什麼反應 但是我相信 其實我又要對她比較誠實 因為我未必是這部電影的目標 可能女生看 又會有一些很不同的感覺 但是我只可以說我自己的角度 所以我覺得 一般她拍得好 但是我不覺得是一部很刺激的電影 所以我給她的評分 就是C到C價 之間 所以我覺得 我會想回看 例如初忌多一點